今天是我在伯利兹的第九天 现在在Kickalker岛 我住的这个客栈 这个客栈就是这个房子 里边的环境我觉得还是OK的 然后里边的有木头的 城市木头那种感觉的 那种宿舍 然后床位 然后里边也不是特别多的人 而且这个客栈 它就靠在这个海边 不过这个客栈 最让我觉得很吸引我的一点 就是他们有这个 免费的这个船可以划 现在我要跟一个英国伦敦的一个大爷 我一块儿去划船出去 这边的水并不是那么的深 看这些鱼这么大 哇哦 这还有很多的就超级大的鱼 我看到它是厉害的 对,至少20 20 哦,是你,Stingray Stingray 看,对,对 对,是厉害的 现在划船划到了一个当地 就是看那个Stingray 但是Stingray 这个东西我不知道中文是怎么说 他们都是说叫Stingray 英文叫Stingray 然后这边是 它是一种 就很像那种清道夫的一种大鱼 只有很多的游客在这边 经常有时候在这边来 近距离的接触Stingray 我其实也去接触过那个Stingray 我其实也去接触过那个Stingray 那边这个 这个鱼好像正在稍朝我们袭来 所以我们现在尽快的再往绘画 现在下雨了 嗨 嗨 嗨,各位 所以我们这个 带雨刚下起来 那一会儿然后回来了 非常非常及时的回来了 刚才我们经过的时候 那个鱼肯定咬过它 咬过这个地方 那个鱼真的看着挺好的 所以大爷让我就是想起了老人鱼海 然后跟那个鱼搏动那个感觉 第二个 第二个 其实现在是当地的雨季的梦 再往后一点的话 它那个基本上就不会再下雨了 再往后它会有个换季 来到中北州的时候呢 就是你要看一下就是当地的这个气候 参考一下 来之前 有可能你来的时候它是雨季 有可能是旱季 我现在在这个时间呢 是当地的雨季的末尾 我接下来要去的这一块 比如说乌地马拉 它的旱季是从11月开始 对我查到的 它但是它不同的地方 那个它可能气候还不同 我们比方说加勒比海这一块的 还有太平洋沿岸这一块的 它那个气候可能也不同 但是大部分的就是我要去的这 接下来乌地马拉的那些地方呢 11月开始就已经雨季就已经停了 我在Caycalker住的客栈 叫做Bailas Pairpacker Hostel 这里的床位间隔 是11到13美金一晚 它没有厨房 客栈靠着海边 并且有我非常喜欢的免费的小船 这个感觉我住着还是挺舒服的 有的房间有风扇 有的房间有空调 我是阿通 如果你喜欢本集视频的内容 在屏幕的下方点赞或转发 教授对它最大的认可 如果你对我过往80个的经历 以及未来更多的行程 有更多的兴趣 非常欢迎在各大平台 继续关注我的频道 目前我依然在 环绕地球第二周的过程当中 你们的关注也是 对我最大的鼓励和支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